大家好,我是阿K,全球通脹数字持续升均, 大家其中一个抗通脏方法就是买入收息股收息,每年简单直接。 先前跟大家提及过的高息股包括内人,中国移动依然是我自己心水的选择, 至于另一个收息心水电林实业,长江基建都是自己的心水名单之一。 长江基建这家公司一直未有机会和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看法。 今集影片内容就趁机和大家说长江基建的投资价值。 未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帮手按个like和订阅我的频道, 开了旁边的小钟仔。当然,如果大家觉得影片内容不错,不妨share给身边的朋友收听。 提外说,阻大家少少时间,容许我在买个广告。 资讯栏下有不同证券商开户连结。 不同证券商在今个月都有不同的推广优惠。 当中有部分的奖励都非常吸引。 近期我自己非常推荐大家开Weboo微有证券。 因为只要传入一定金额,便会送一股Starbuck星巴克和苹果股票。 如果大家有开户的需要,不妨用以下连结进行。 另外,想再次多谢以往经连结开户的朋友, 感谢大家义务帮手开户。 好了,我们进入今天的内容部分。 长江基建定位就是一间全球基建公司。 派息历史非常稳定,每年股息不断增加,从未减少。 在派高息之外,公司还有财政实力去继续发展。 公司大部分手上的基建都是属于稳定收入的项目, 不太受经济环境影响。 即管经济环境突然转差,营业仍然相对稳定。 所以大家考虑买入长江基建作为基本收息股都可算十分安心。 问题来了,市场有这么多收息股, 为何我们要选择长江基建作为收息股的其中一员呢? 以下我自己将会和大家分享两点关于长江基建独有的特质。 先说第一点,长江基建的派息每年都是止加不减。 长江基建在1996年正式上市, 而过往一年股价表现又上升大约15%, 释防去年2021年是长江基建上市的25周年, 公司管理层罕有地有意思派发合共2.5股息给一班股东, 而股息增长也连续25年保持增长, 保持每年股息增长,在港股之中就绝无紧有。 但无论如何,只要长江基建, 未来能够每年都轻微加派0.1号, 这项加派的纪录都能够延续下去。 而大家都会知道一家稳定业务公司, 要连续经历25年不断增派股息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中间的过程更可能会受到很多无法预测的事件发生, 所以长江基建仍然做到这个优良传统。 我相信如果未来如非必要, 公司根本无必要打破这个惯例, 只要继续尽心尽力做好每年提升股息的可能性就可以。 另外,如果只要满足到这个基本要求, 我相信一群长见股东对公司的整体印象都会满意, 更愿意持有长见股票。 关于第二点,公司的手上基建项目非常值钱。 对于公司未来增长点, 公司只能依靠外部收购或内部增长发展。 但如果我们由外部大型收购了解的话, 暂时长江基建在收购合并时都遇到一个根本性问题。 而这个问题根本不是双方出界因素存在, 而是因为西方国家监管机构会否决长江基建收购的可能性。 自从2018年长江基建收购澳洲能源集团被澳洲当局以一个不合乎国家利益否决后, 至今长江基建都没有一个很成功的大型收购。 而这一点都是一群股东经常关心的话题之一, 会担心公司会否已经被西方国家隔绝, 将来不能向外进行收购。 关于这一点我自己希望大家不要紧张, 始终收购合并, 我们做得省户就没得左右大局做决定, 我们只能期望公司管理阶层去帮我们解决担忧会比较有着数。 既然外部增长暂时停止, 公司的增长只能期望公司本身的内部增长。 而这个内部增长对于常见来说都只是小菜一叠, 微不足道, 但有增长都起码比原地白布为之好。 既然两个增长店暂时处于弱势阶段, 那是否代表公司没有投资价值呢? 我自己也不是这样想的, 我记得曾经在去年的股东大会之中, 有股东都曾经问到公司的股值是否被低估时呢? 李泽巨当时也有表示, 长见当时股价是绝对超值的, 而且当中也有引用例子解释长江基建严重低估, 加上提出未来如果有需要, 公司就会启动回购行动去做支持。 虽然现在事隔一段日子, 公司未见有回购行动出现, 但适合市场传出一些旗下资产有可能被收购的新闻, 例如早前指出估值高达150亿英镑的UK Power Letter, 就是一个好消息。 当时消息一出, 长见股价即时有反应, 可以见到长见股价一直被市场低估, 只要将来有成功出售旗下资产事件出现, 真的不排除时市场将长江基建重新估值。 好,影片来到这部分, 当然就和大家做一个总结吧! 我们买得长江基建首要最吸睁的亮点, 当然就是公司每年有超稳定的收入, 有稳定现金流就自然能支撑公司每年缓慢股息增长。 再者,公司最核心的英国业务都开始慢慢恢复疫情前。 营业额甚至已经高过疫情前水平, 可能由于当地英国通胀数字都非常强劲。 变相公司能够向消费者提价再令收入增加。 至于在财务方面, 公司手上暂时流动现金有80亿, 虽然比2020年到130亿为少, 主要原因由于去年2021年, 公司曾用10亿美元回购一笔债项, 尽量减低利息开支。 最后,作为一间全球公用股公司, 长现业务虽然好像很闷, 没有大增长空间, 但对于大家来说, 投资又不是一种寻求刺激的活动, 最重要是我们投资者每晚安心睡觉, 定时定后就明白公司最新的业绩状况, 而在派息方面到底是有增加还是有减少? 更何况长江基建本身不是一间高速增长公司, 我们要期望交出一份超惊人成绩表, 我根本就觉得是妙上天开, 所以我认为现在买入长江基建大家值得考虑, 由于大部分基建业务已分散全球不同地方, 变相公司承担的风险相对较少, 即使某一个地方出现一个政策上的调整, 都未必影响整个集团发展, 再者我们买得公用股, 基本上就不应该花太多心力去研究, 而且有时候我们做投资都只想用最少的心力时间, 得到最适当的回报, 预期我们去寻寻寻寻寻下一只十倍股, 何不简简单单买入一些容易明白公司, 留下剩下的时间游戏人间会比较好呢? 最后,如果大家对其他收息股或长江基建有任何看法,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和我分享想法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阿K多谢大家收听我的频道, 下条影片再和大家见面,拜拜!